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什么好处等等 三校会计大家都比较熟啊 过去19年中 为Millions of customers serve like needs in accounting services 我自己不用介绍了 大部分人都认识我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包括介绍遗产税 遗产税的免税和税率 然后哪些州有遗产税 除了联邦遗产税以外 州里面有的州还有遗产税 遗产税的这个tax brackets 是个什么东西 像什么样子 关键的一个是怎么样去降低遗产税 降低遗产税 这个是今天的重点 如何降低遗产税 然后碰到一个客户 一个女孩子啊 Beka那个女孩子做医生做得很大 突然之间30多岁去世了 结果这个这个父亲从中国来 等他人来的 所以人已经不过世了 后来搞这个遗产 搞了两年才搞清楚 所以很复杂的一件东西 所以一定要提前规划才可以 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 就按照这个PPT来跟他讲 今天这个PPT做得挺好的 内容特别丰富 所以大家可以 这个拍一些照片啊 什么的记性啊 首先呢遗产税与战争有关系 为什么呢 这个最早的遗产税呢 可以追溯到1797年 当时美国和法国打仗 打的这个热火朝天的这个军费不够了 没办法怎么办呢 美国政府的规定 在遗产上征收印花税 印花税跟遗产税又不一样 后来到了1862年 当时美国正和英殖民地 在打独立战争 美国的独立战争 比较有名气 为了这个应付每天增加的这个战争开销 美国政府通过了 Revenue Act 1862 规定政府可以在遗产上 交了印花税以外 还要征收一个遗产税 印花税不多 2%,4%不多 遗产税很厉害 40%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个遗产税叫死亡 死亡税 遗产呢 继承是政府相遗产的 被继承人在他的上面 在财产里面收的一种税 这个遗产税和其他的税 很多税中同一样的 它有不同的这个税率 我们一般分为联邦 这个遗产税和州遗产税 有的州有有的没有 但是很多州没有遗产税 就像我们北港没有遗产税 加州也没有 所以我们在没有遗产税的这些州 我们做遗产规划做什么呢 我们做联邦遗产税的规划 它是有规划的空间的 所以这个 特别要注意的是 这个 外国投资人在美国有投资 有资产 你的遗产税的免税 只有6万美金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特别要注意 这个 一定要不要用个人去投资 一定要用公司来投资 用公司来投资的话 不会有遗产税的问题 所以这个遗产税的税负很重 很多人甚至由于交不起遗产税 还破产的 这个 大有人在 大有人在 所以 不奇怪 不奇怪 这个我看到过很多 由于遗产税交不起 最后 破产的 这个 经常发生 遗产税 包括哪些东西是遗产的 遗产税呢 这个 实际上是一种 账产税的 账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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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接拥有的也算 所以这个 很 这个 要算一下你的 gross state 总共的遗产有多少 然后我们用709表 706表 这个 这个 而且用它的什么呢 用它的fair market value 不 就是我现在有 10栋房子 我现在这个房子 我算遗产的时候怎么算呢 我说我按照现在的这个市价算 还是按照我20年以前买进的价格算 这个规定 一定要按照fair market value 现在值多少钱 就是按照这个来算 不是说你20年以前 20年以前买进的才200万 现在涨到2000万 所以 这个 你要按照fair market value 你要注意到售局啊 它在选这个basis的时候呢 什么东西对它有利 它选哪一个 你比如说这个房地产的这个basis 房地产的basis 它的定义是 在成本和市价中间选一个最低的 当然这个做一个房子来说成本肯定是最低的 三十年以前 单位给你分一套房子 才二十万可能都不值 三十年以后涨了2000万 你说哪一个对它有利呢 现在按照fair market value 对它作为它的basis划算 还是它的cost划算 从税务局的角度来说 肯定用cost来算的话 它的增值要大一点 所以它就选择了cost 所以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税房 什么东西对它有利 我们就要用它的这个基础来计算 你要注意你在这个听我的讲说听多了以后 你会注意到每一个资产的basis 里面很有讲究的 它什么东西对它有利 它选哪一个 现在 从遗产的角度来说 我当然有cost 我也有fair market value 它选择了fair market value 还不选cost 所以这对因为fair market value 对它有利嘛 所以这个这个 阿高三真的是非常聪明决定 什么东西对它有利 它选什么 一般来说 遗产总额不包括给老婆 或者给配偶给的东西 不算你的遗产 好吗 比如说你二十栋房子 有五套房子 已经给自己老婆了 那这五套房子呢 不能算你的遗产 这个赠予给老婆的 这个不算你的gross state 这个不算了 就是说已经赠予 the general gross state does not include the property a own solid body deceased spouse or other individual 这个东西你已经送给别人 你已经赠予给别人的东西 不能再算你的遗产 好吗 二十套房子 给老婆留了五套 然后送了另外五套 给不同的小孩子 这个已经送出去的房子 和给老婆的 这种配偶的这个财产 不能算遗产的 这个不能算 那这个if you are inheriting what the 如果你继承了什么东西 要有一个资本利得的话 我上次说过 如果把遗产税取掉的话 那会有一个资本利得税 不是说这个 因为现在正因为有遗产税 所以说我们就不争 不争这个资本利得税 反过来如果不争 遗产税的话 那我要去招资本利得税 资本利得税 有时候也挺厉害 而现在我们遗产税的税 这个免税额是1140万 两口子可以2280万 可以给同样一个小孩 2280万不用纳遗产税 那到2025年以后 这个遗产税的免税额 又会降到500几 500多万 那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 现在 比如说我现在 现在的免税额是1140万 但我现在已经 把我这个 我已经捐了900万给我小孩 但等到 2025年这个遗产税的免税额 降回到500万的时候 怎么处理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按照新的规定 这个 这个来算这个遗产税的免税 所以这个遗产税的免税 等一会我会给你一个表格 你看到前几年 以前都很低 后来呢 涨得非常高 涨得非常高 如果你的继承出售他们的这个继承的房 这个资产 任何利用 都可以在联邦 要交资本里的税 遗产税收钱的人不用交税 但是你把遗产收到以后 你在变卖以后 这个有增值部分的话 要去交增值税 好吗 要交增值税 这个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你老爸把东西给你的时候 你不用交税 但是你把这个钱拿过来以后 你做各种各样的投资 投资以后有增值 那就是说要去交这个资本内得税 不是说永远不交税 所以说收钱的人不是永远不交税 有时候也要是交税 那遗产税是怎么计算的呢 遗产税的计算呢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 然后呢 可以从你的这个总财产中扣除 比如说我还有个房子没付清 还有20万这个贷款 怎么办呢 首先把这个贷款要付清 还有我欠我朋友20万美元 要把它还清 还有遗产管理员的一些费用 你要做遗产规划的时候 你一定要请一个遗产管理人 这个人也不是免费给你干的 肯定要收费的 这个费用也可以减掉的 然后呢 传给配偶的这个 这一部分呢 不能再算了 然后呢 到那的 Qualifie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的这部分呢 也不能算 也要减掉 也要减掉 所以说呢 欧洲人 美国人 他们在去世之前呢 实际上大部分东西都捐给教堂 或者捐给别的组织了 我以前看到很多大富翁 这个真正 留给自己子女的话 就是九牛一毛而已 大部分他们这个西方人 比较喜欢宗教 大部分人都把钱捐给他们 一辈子去的那个教堂里面 好吗 欧洲人这个 这种故事太多了 这个 多不胜数 好吗 所以如果捐出去以后呢 就不算你的遗产了 好吗 这个不能再算了 这个 这个 不能重复计算 那最后怎么来算呢 这个 After the net amount is computed The value of lifetime taxable gift is added to this number ok 以前 已经赠数给别人的这个要加进来 ok 这个时候呢再来算 我这个以前 比如说我这个 我是 我可以给我儿子1140万 但是我以前啊 已经给了500万给他了 剩下我的exception 只有多少呢 有600 640万 6,140万 等等 所以这个 在计算这个 净 净的这个 遗产的时候呢 要交终生 赠予给别人的 要减掉 这个 这个 这样的话 就不能重复计算 不能重复计算 这个 What deductions are available to reduce the state tax 怎么样去 这样可以 有哪些减费的办法 可以把遗产降下来呢 第一个呢 是 marital deduction 送给老婆的 送给先生的 这个部分呢 不算你的遗产 可以减掉的 所以怎么办呢 去世之前呢 能送的 可能送给配偶 配偶还在 如果还没有去世的话 尽量把多给 多给一些给配偶 对已婚死者的主要扣除之一呢 是婚姻扣除 marital deduction 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个呢 是charitable deductions If the decedent leave property to a qualified charity It is deductible from the gross state 这句话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捐献给一个qualifie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一定要有资质的 合格的非盈利组织 什么叫合格的 必须要有 RISP中的501 C3的这种standard的人才可以 捐给这样的机构才算数 比如说我上次说过 武汉肺炎 我朋友给他捐二十万美元 直接拿到武汉的某个医院 那请问大家 这二十万能不能 deduct tax 做一tax double 不可以 因为武汉的某个医院 它不是一个qualifie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它可能在中国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但是我们是美国纳税人 那怎么办 捐献给卡法 捐献给红十字会 然后由他们来转交 价一到以后呢 就可以减税了 就可以减税了 OK Mortgage and Debt 还有一些房贷还没还清 要减掉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for the State 遗财管理费要减掉 Losses during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资财跟遗财跟别的东西一样 在管理过程中 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了损失 这个损失也要去减掉 这个不是说 你这个给200万 给你儿子或者给谁 你一辈子都是200万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 意外以后 产生的一些损失 也要去减掉 也要去减掉 能不能听见啊 大家 这个我们的参加人数 有点多了 现在我们来谈一些 这个免税额的问题 State Tax The Exclusion 从这个等会那个表格可以看得出 美国规定的 遗产税的免税额 在最近20年有大幅度的提高 在美国历史上 大部分世界 比如说20世纪 免税额一般都比较低 一直到1976年 有没有70后的 遗产税的免账还不到6万美金 换句话说 有1000万的资产 只有6万美金 是不用拿遗产税的 剩下的全部要去交的 1997年的时候呢 免税额增加到60万 60万也是微不足道的 大约从2000年开始 免税额逐渐增加 一直到现在的1140万 2025年以后 遗产税的免税额 又会降低到549万 到时候呢 根据通货膨胀 可能国会会出现一个具体的数字 所以大家做好准备 还有一个故事 大家知不知道 2010年去世的时候 没有遗产税 所以美国政府很滑稽 他有啊 也就是说 大家都等到2011年去死吧 因为那年死了以后 不叫遗产税 这很有意思的 美国政府经常出台一些 很滑稽的税法 所以 大家知道啊 2010年不用交遗产税 所以大家都坚持一下 本来09年要去世的话 再等一年 然后本来11年要去世 提前去世 这样子 有这样的人的 有这样的人的 现在这个 这个去世很容易的 弄一批安蛮药就行了 所以这个 说不定 以后还有哪一年 可以没有遗产税 所以如果你遗产很多的话 等到那一年再去 再去 离世 再去离开人间 好吗 等一等啊 不用着急 所以这个 关于遗产税的这个 免税额的问题呢 这个 上面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可以看得出来 前面呢 是非常非常低的 76年以后 2000年开始一个 突飞猛进的上升 这个图比较少 比较小一点 但是看得出来 遗产税的免税员呢 是从那以后呢 有个突飞猛进的增加 所以这个 大家可以这个图比较小一点 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你对外国人怎么办呢 正宇人如果是非居民 比如说是一个中国公民 中国公民给你赠送 他在中国的资产的时候呢 没有遗产税的问题 为什么呢 他是一个中国纳税人 美国的遗产税房 在你们管不了我们中国人 好吗 所以对非居民来说 是他 我们这个资产要分两种 看你的资产是在国内 还是国外 在美国境内 还是境外 这个make differences 这个是有区别的 这个是有区别的 如果资产在美国境内 虽然我是一个外国居民 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你 你是一个外国人 但是你娶了一个美国老婆 所以你的资产在美国境内 那这个时候你把你在美国境内的资产 给你美国公民的配偶的时候呢 没有遗产税的问题 没有遗产税 那如果给你这个配偶是一个外国人 是一个非居民怎么办呢 有15.5万的免税 比如说瑞康啊 或者是这个拿BB签证的 虽然你是一个中国人 你在美国境内的资产 你把这个美国境内的资产 捐献给你非居民的老婆 这时候呢你可以有15.5万的一个免税 OK 那如果一个外国居民 把美国境内的资产捐献给一个 非自己配偶的一个其他人 有没有免税 有多少 1.5万 1万5千美金 就这么一点点 多的没有 好吗 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对于非居民来说 看资产是在哪里 美国境内和美国境外的处理办法是不一样的 对于美国境外的资产 你就管不着了吧 对 一个外国人把他 一个北京人把北京的资产捐献给张三里 是王王子 交不交美国遗产出 肯定不交 谁知道你是老几 谁知道 你美国算老几 所以说呢 这个是不用 这个关系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 资产在什么地方 然后给谁送 这都有区别的 有讲究的 好吗 有讲究 很多人搞不清楚 这个居民和非居民 资产在美国境内和境外 完全完全不一样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很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 人在大陆 比如说小孩子在美国读书 我跟他买了一套房子 将来我过世的时候 这个房子 赠送给小孩子 出 因为我是一个非居民 我是一个外国人 所以这个他要 我们要去按照这个外国人身份的一些条款去执行 这个 当被继承认为非居民的时候呢 美国境外的资产不需要交任何遗产税 但上述提到的境外资产 比如说房地产啊 有形资产啊 real property啊 美国的公司的证券啊 股份啊 等 只有六万美元的免税了 这个很可怕的 我看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个北京人在美国买了一个亿的一个办公大楼 这个北京人去世以后要交多少钱 有多少钱的免税呢 只有六万 剩下的九千九百九十九 啊 要要去交这个 每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四十的遗产税 好吗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非外国 这个非居民啊 拥有美国财产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能用个人名义 一定要注册一个公司 公司一参与以后呢 没有遗产税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要规划 规划的空间很大啊 今天我们这个下午给一个 这个美国夏沃特的一个公司做了一个规划 它的公司规模很大 它的这个公司构架里面 一个致命的这个缺陷 它的困股公司是一个S公司 困股公司 请问大家 控股公司能不能放S公司呢 控股公司 S公司能不能 控股另外一个S公司呢 一般来说不行 只有一种情况 怎么什么情况呢 你要拥有可以 你必须要百分之百的拥有 你的这个subsidary 你不能说 哎呀我这个S公司 拥有另外一个公司的 百分之七十的部分 剩下的百分之三十 给一个自然人 这种构架行不通了 好吗 请大家在做税务架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一个S公司 不能够作为另外一个S的控股 unless 你是一个100% ownership 一般我们来说 大家请问大家 在做控股公司的时候呢 我们要什么样的公司类型比较好 教员你回答一下 我们一般控股公司 我们有什么样的公司比较好 比较安全 对 C公司 可不可以做LC呢 LC也可以 但是S公司一般不做一个 某个公司的 做一个某个公司的控股公司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很对的 这个是呢 一个遗产税的税率 遗产税跟普通税一样 它是 一个 progressive tax bracket 一个类净制的一个 这个税率 这个 你遗产在0到1万块钱之间 是18%的税率 然后呢 1万到2万之间 是20%的税率 2万到4万之间 是22%的税率 4万到6万之间 是24%的税率 等等等等 如此类推 最后多少 40% 40% OK 多少的时候才较40% 100万以上 你的遗产达到100万以上以后呢 你的税率是40% 好吗 所以这个 税率是相当可怕 相当可怕 美国的遗产税可以高达40% 这个什么概念呢 如果你用一个亿的一个资产 那继承中 真能拿到大概5000万左右 因为 还有一个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不光是遗产税 遗产税之外 还有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所以 换句话说 美国会博取继承 超过一半以上的自己遗产 那 如此 沉重的税收 税付 为什么美国富豪 好像不太在意呢 也没有什么说 什么这个 complain 因为事实上 这个所谓的遗产税 对于99% 对于99.99%的人 没有什么用处 只有0.4%的人 才要去交遗产税 所以说呢 遗产税的这个 里面还有很多规划的空间 可以在去世之前 把很多资产 赠给配偶 我真的配偶 没有什么遗产税的问题 通过这些办法来 减少遗产税 减少遗产税 比如说比尔盖茨来说 他搞了一个什么 这个叫做 family foundation 所谓就是所谓的一个个人的非盈利组织 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 这类的这个慈善基金 只有5%的费用 要拿去交给一个慈善机构 剩下的95% 你随便去花 没人管你 是你的钱 虽然你放在一个family foundation里面 盖茨foundation 但是呢 你怎么去花你说了算 剩下的5% 意思意思 给别的慈善机构 做一个5%的捐献 全大局一定 搞定了 所以这个 很多人用这个 很多人就问 今天有一个客人问说 那对于高收入的将近 有什么省税命运 当然有了 高收入将近 如果我的收入超过我10万美元以上 我完全可以做一个family foundation OK 做一个family foundation 把30万放在你的family foundation里面 你的tax for income 你的这个这个这个 gross只有20万 20万再减去stated deduction 把他减掉以后 你可能税交的 连一半都不到 剩下30万放在foundation里面 怎么办 你去旅游的时候给你花 出差的时候花 给你儿子花 给你老婆花 给你岳父花 随便让谁花 直接剩下的5% 交给一个非人类组织 也就没问题 好吗 所以这个family foundation 在一堆高竞争人士的 这个税务筹划里面 有非常好的作用 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那哪些州有遗产税呢 13 states has other than federal state tax has state state tax OK 比如说我们这个 包括这个哥伦比亚 DC在内里有13个州 除了交联邦遗产税以外 还要交州遗产税 这个 这个 好在一个好东西啊 有一个呢 很好很多东西 大家一定要记住 交给州里面的遗产税 可以从你的 种遗产里面减掉 好吗 在算联邦遗产的时候呢 可以在 在里面把 交给州里面的遗产减掉 好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 就是说 交给州里面的遗产税 这个费用呢 这个税负呢 可以放在联邦的 这个遗产税规划里面 可以把它减掉 哪些主要进入遗产税呢 Kinetic District of Columbia Hawaii Illinois Maine Maryland Massachusetts Minnesota New York Oregon Rhode Island 它们的 Explosion 都比较低啊 Kinetic 3.6个 Million District of Columbia 也就是 华盛东D.C 5.68个 Million 最一次 最差的是 Massachusetts 你的免贞额只有一个一百万 非常非常低的 Oregon Oregon 也是一百万 超过一百万的遗产 全部要去交遗产税的 还有 Waumart Washington State of Washington not Washington D.C State of Washington OK Also has a State Tax 遗产税的问题 这个 还有一个 除了一百万税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税叫做 Inheritance Tax 既成税 这个税呢 非常少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State Tax 既成税跟一百万税是两回事情 这个 美国 有六个州要征收所谓的 Inheritance Tax 既成税 不同之处在于这个 是由既成人来交税 这个东西 谁拿钱谁交税 不是死人交钱 是他的这个 收钱的人交税 遗产税是 去世的人交税 去世的人交税 但是呢 收钱的人不交税 这个 这个 这个既成税呢 正好相反 正好相反 所以啊 这个Inheritance Tax 这个 税率呢 通常取决于 既成人与实质的关系 这个 一般 关系比较轻一点 税率比较低 有些州呢 对于是 这里子女征税 税率 税率特别特别低 远方清气 稍微高一点 远方清气 也是他们这个考虑的范畴 但是这个相对来说 稍微要高一点点 那这个表呢 很清楚的 但是 must state have inheritance or ex state tax ok 啊 有这个 inheritance tax的 啊 我们这上面有个图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灰色的呢 什么税都没有 然后呢 这个 绿色的呢 叫做 has state tax 然后蓝色的呢 has inheritance tax ok 然后 带黄色的这个地方呢 是两种税都要交啊 这个很要命 交了遗产税 还要交继承税啊 这个 真是 穷得不行了 我估计可能是这个州啊 在那个角落 你看到了没有 那个角落下来以后 must state 下来的那个黄色的 那是哪个州 这个也看不清楚 是吧 交了遗产税 还要交继承税啊 这个 呃 非常非常的 可恨 嗯 怎么样去交这个遗产税呢 我们要交这个 709表啊 这个 嗯 提交遗产税的税表 US citizen or resident deceased spouse are used exclusion 已经 去世的配偶 还没有私用完的 这个 这个exclusion 也要到里面算一下 啊 这个是一个 非居民 这个file state tax return 的一个 一些要求 啊 这个 对于 美国公民来说 啊 whose gross state a just taxable gift and the specific exception total more than excursion mode for disease who died in 2019 啊 这个2020年 今年的话 我们的遗产税的免费 这个是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啊 所以增加更增加 增加 增更高一点 啊 总遗产经调整的应税 赠予和特需的免税 总额超过免税 需要交 706表啊 症予税是706 症予税是709表 两个表格不一样 啊 啊 这个 deceased spouse are used exclusion 啊 配偶去世了 他的遗产没有用完怎么办呢 beginning general war 2011 state of deceased survivable spouse may elect to pass any of the decisions are used exception to survive a spouse 我以前没有用完的这些 遗产 我可以transform 给 还没有去世 啊 从2011年1月1号起 可以选择将已故 配偶没有私用的货免额 转移给生团的配偶 这样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他没有去世的这个 他的这个免税额 可以增加更多了 好吗 啊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动作呢 很好 但是呢 需要提交state tax return 啊 做这个706表 这个挺好的 哎 我这个配偶 去世之前还有 比如说500万的这个 这个遗产没用完怎么办呢 我把它拉过来 这增加我的免税额 这个 这个很好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 嗯 好吗 所以 就在美国买了一个办公大楼 到时候呢 还要去报美国的什么呢 遗产税啊 就是这个意思 我根本就不知道美国像什么样子 只是通过朋友在这买了一个大楼啊 到这边说 还要交税的 很滑稽的啊 Seminar is not with the U.S.S. the must fund state tax returns 必须的啊 如果实际在美国的资产死亡 公平市价超过了6万美金 那这个非居民 执行人必须要提交 state tax return 706 non-resident 我们用什么呢 我们用正常的706 外国人用什么 706 NA NA stands for non-resident United state tax return for the foreign nationals non-resident OK 但是呢 如果死者对美国才在进行了 大量的终身赠予 并使用了1500美元的 这个统一的 unified credit 的金额 即使被继承人在美国的资产 价值低于另外美金 也需要去申报 706表 这个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那 what if i do not have everything ready for filing a due and by the due date 啊 据说 这次由于肺炎的原因 啊 我们的税表有可能会推迟 啊 我们在期望 啊 在期望这个日期到来 我们这个这个 呃 遗产代理人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要求延期延期延期延多长时间呢 可以延六个月时间啊 从申报支出期最多可以延延六个月 但是呢 税款金额必须要在到期之前先要交给他们 税表706随后就到啊 随后就到 所以这个一定要啊 先延期可以但是 签他的遗产税要先交给他好吗 先交给他 这个表我呢 刚才提到了 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 呃 大部分税呢 是什么这个 Personal Income Tax Peral Tax 这两个占了很大的篇幅 很大的篇幅 哎 这个 这个遗产税只占0.4% 干 只有100个人里面 只有不到半个人要交遗产税 所以这个遗产税对我们来说望尘莫及啊 望尘莫及 好吗 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 这个不是我们的菜啊 这不是我们的菜 你看美国的这个 你看这个个人税 你看交这么多 中国正好相反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 只占小小的大部分企业所得税 那中国这个 搞的企业的负贷很重 去年 18年9月份搞了一个税改 税改以后呢 虽然说个人所得税的 也给降下了点 这个 起征点 从以前的3500到5000人民币 但是他把税负转移给公司了 弄换汤不换药 搞的公司 据说啊 去年前一天关掉2000个公司 上海一天关掉2000个公司 为什么 企业的税负太重了啊 中国的税去做什么呢 养公务员去了啊 中国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包袱 就是公务员 这公务员 我们交 在中国交的税的一大部分 就养了公务员了啊 在美国没有公务员这个概念 所以说呢 美国的这个税 用到哪里是透明的 你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税呢 没有这么透明啊 具体用了哪里 养了一帮子公务人员啊 这个公务员 把我们所交的啊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的一大部分用完了 所以这个啊 这个这个 没有达到这个 这个钱出一名 没有用于人民啊 出一人出 这个钱是老百姓出的 但没有用到老百姓上 所以我们中国的税负 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啊 继续要向美国的税负学习啊 毕竟它有200年的历史 我们中国的税负 只有30年的历史 所以说呢 还是有差距啊 还是有差距啊 因为啊 遗产税啊 对于美国的 政府的收入来说 是微博制到0.42啊 啊 这个 所以说呢 这个只有不到1%的人 要去交遗产税 那这个 这一部分人交了这个 这老老师交的只有0.42啊 那么因为美国的遗产税 有很多很多的漏洞 很多很多 不太完善 也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 不可能 把每一个人有多少资产 搞得清清楚楚 所以美国的税法 是一个革命靠自己的办法嘛 你自己不报 天知道你有多少套房子啊 房子嘛 可以查出来 别的资产怎么办呢 所以今年我们这个 一定要打击这个 这个 这个 海外的这个金融账户嘛 因为钱很多年 他这个赚了钱 他放在瑞士银行 谁知道 根本没办法查 所以这个 美国政府也是这个 在中国更不可能 中国说要启动 我前 上次说过 要启动这个 所谓要启动遗产税 那要启动遗产税 遗产税的话 必须要有赠予税 那如果没有赠予税的话 那我只有遗产税 我去世之前 我把所有的资产都捐给别人 那请问大家这个 这个赠予税这个东西啊 统计起来很难的 你知道我有多少套房子 多少套现 多少现金 多少股票 多少投资的 你根本没办法知道 虽然说电脑现在已经联网什么 但你要把每个人 到底有多少资产 要统一起来 完全 这个困难太大 所以在中国搞 赠予税是基本上 还不太成熟 不太成熟 要有赠予税 你知道 突然张三里有一天 把500万账上 500万不见了 肯定赠给别人 但我们目前 我们的系统 达不到这个要求 你制裁有多少天知道 所以这个 这个遗产税跟赠予税 是两个新兄弟 要来两个都来 要么没有都没有 最后呢 这是我们今天 重中之重 怎么样去降低遗产水 就是重点 重中之重 我可以总结五个方面 第一个是 吃喝玩乐 挥霍你的财产 反正我就要 一个人一辈子嘛 就这么多年 经常有人说 你从前干嘛呀 去该花的花 懂吗 该吃的吃 该玩的玩 懂吗 不要留下来 这是第一个办法 第二个呢 是把这个资产 封散出去 第一个是挥霍 第二个是封散你的财产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 一部分资产作为礼物 送给很多人 对于资产正有的话 对于individual来说 给一万五不用征税 第二个呢 是封散你的财产 第三个呢 捐赠 捐赠再捐赠 美国是一个捐赠的国家 他的大学的这个 很多费用是靠人来捐赠的 在我们中国的 捐赠的这个分歧 还不是很好 但是现在也起来了 另外一个办法 搬到另外一个 不收遗产税的国家去 或者不收遗产税的 一个州里面去居住 搬到一个更有利的 税收环境的一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州 去了几趟南美州 你知道南美州的那些 什么好这个 这个这个岛屿 全是老美在那被霸占的 美国人什么医生啊 真的买一个小岛什么的 很多人都在那边 所以他们 他这个他不住在美国 他住在这个开卖群岛 什么税都没有 没有所得税 没有赠予税 没有遗产税 没有营业税 没有消费税 没有财产转移税 什么税都没有 所以转移到一个 税收环境更好的国家 也绝对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以这五种办法 挥霍 可以省很多移产税 很多很多移产税 还有一个办法呢 用信托来保护你的资产 Shield your assets in the trust 你知道现在我们的大咖 在中国那些上市公司的老板 他不用个人自然人去做这个公司的股东 马云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去做阿里巴巴的股东 马云有30%的股东全是一个离岸信托来控股的 离岸信托有什么好处 阿里巴巴除了天灾人祸 马云没关系 他的股份一分钱都动不了的 所以用离岸信托 作为一个公司的股东来说 有很大的税务优势 安全 动不了你 发生税务问题 债务问题 法律问题 马云的百分之多少的股权 通过海外信托持有的股权 谁都动不了 刘强东等等等等 很多上市大咖们 现在用海外离岸信托来控股他的公司 不用自然人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做几个小生意 动不动把自己的自然人的名字放进去 这个是实际上不安全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做生意方面 不要把自己的名字用得太多 不要动不动 把你的名字 什么一个小公司都用你的名字 名字用多了以后呢 常在水边做没有吃鞋的那一天 好吗 会有问题 好吗 所以这个 另外呢 就是通过这个高额的这个 这个 人数保险 人数保险它有个杠杆 我现在投一块钱 15年以后 等我快差不多的时候 就赚变成15块钱了 通过这个 这个 这个 来去 去 因为它是赚的钱来交遗产税 这也是一种办法 所以很多做 资产规划 人 他建议你把一个 大一点的一个 这个 这个 人数保险啊 作为我们将来付遗产税的一个 这个本金啊 这个 保障性的保险啊 是很有用的 非常有用的 这个我们还有这个 这个 有的人呢 对于非美国居民的父母来说 另一种方法是在美国境外 如香港购买 储蓄封红型的受险啊 通过这些办法呢 可以 可以 这个 这个 避免一些遗产税的问题 好吗 这个 还有我们还有什么 这个 用这个 信托来保险资产 还有一个 GREAT 叫GREAT Retaining Annuity Trust 这个更复杂 这个更复杂 该 IBC的首端在200年第一桩官司中打赢了 Warton 把这个税务局打赢了 Warton versus Commissioner 什么叫Commission 税务局局长 Warton这个先生呢 这个把税务局局长打败了 通过一个官司 这个 这个 美国的这个纳税人 权力很大的 他一共有多少 有十个权力 有十个权力 这个 其中有一个权力是什么 不多交易风险 美国的这个 RS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纳税人的权力面 有一条 不多交一分钱 该我交50就交50 不交50 零一分钱 所以这个 这个 由于这个官司打赢了以后呢 这个 作为中国人 可能 没有比起了解 太详细 但是 Gretel Trust 是一个很好的 可以保护你企业股权的一种办法 有些 有钱人可以给自己的子女赠予的同事呢 可以避免上交遗产税 这个比较复杂 今天我们 以后我们会专门做一个讲座 关于这个 Gretel Trust 这个是 专业人士 就是你资产比较庞大 可以听一下我 关于这个 Gretel Returning Annuity Trust 另外一种叫做 Chair to Lead Annuity Trust 也是另外一种 它的初衷是为了鼓励 富人捐安款做慈善 如果一个富人加200万美元 放入一个信托 然后该信托 每年给一个慈善机构 给17万5千美金 那剩下的钱自己去随便花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Collect 叫做Chair to Lead Annuity Trust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 那这个 为什么美国的富豪 都喜欢用基金项目做慈善 刚才我说 比尔盖茨 如果他没有这个Family Foundation 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一半的财产 如果盖茨讲财富 直接转给小孩子的话 交外遗产税后 几乎只剩下一半财产 好吗 所以通过Family Foundation Gate Foundation 通过这种办法 我可能是较15%的去 通过没有办法的办法 所以 什么 什么巴菲特呀 什么比尔盖茨呢 他们这种 听上去很大方法 他所有的资产都 增券出去了 实际上呢 我觉得他们是 都是朝着这个税务优势来考虑 好吗 当然他们也可能非常的 人仁慈特别是喜欢增券 但是呢 有很大的税务动力在后面 支撑着他 支撑着他 所以呢 这个美国的遗产税呢 继承税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我们没有做任何规划 突然之间 有一天人走了以后呢 一半的钱交给阿高三 所以这个是遗产规划 是有很大的很大的空间 所以我们有的律师 专门做遗产规划的 这个state planning 就是我们中国人 对这个意识不够 好吗 老美他们懂 这个我去世之前 我做一个好的规划 我在我这个去世之前 我把我东西都 赠送给配偶 交什么遗产税 没什么遗产税 好吗 这里面有很多办法 可以去借鉴 可以借鉴 下来是我们的微信平台 这个 这个 请大家关注一下 如果有新来的同事呢 请大家 今天我们来的这种挺多的 所以感谢大家 下来以后呢 关于遗产税有什么问题 跟大家留五分钟的时间提问 先读一下 你会就像多吗 还可以玩吧 你会在乎说 你会在乎点击 你回家 就有不够多了 你会在乎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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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理解你的问题对不对 但是 donation leave yourself no money 省税 交的税少 某种程度上少交税也就是帮你省钱 Safe yourself Yeah donation是非常好的 Donation是一个 Donation的多少 比如说我捐100块钱 有多少钱可以提税呢 60块钱 所以啊 因为美国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 大家都喜欢donate 捐款嘛 整个社会是建立在 donation的基础上 所以在donation 当然你没有税务 又是谁去donate 肯定有好处嘛 比如随随便败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椒盐你什么东西吗 椒盐 听了以后有没有效果 没帮助大家啊 没给大家说清楚 有没有说清楚 皮特你好 谢谢皮特 皮特你是从哪里 你是北考的吗 有没有 有没有外州的客户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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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外州的客户啊 有没有外州的客户啊 有 行行行行 ok if you donate 100$ you are in your pocket 这个账不能这样出来 这个 这个账 if you donate 100$ you are 对啊 没错 if you do not donate and pay 40$ you still have that 这个账 不能这么帅 还要看你的tax for income 好吗 如果你的这个 输入不是很高的话 可能donate的比例会更高一点 更高一点 它是个变量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 它是一个变量 这个 美国的税法就是 牛的牛什么 它这个任何东西呢 它是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变量 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常数 它不是一个不变的 不是一个不变的 不是一个不变的 毕竟要给我们介绍一些客户 你这个 大老板 生意做这么大的 有问题在这 有问题在这 下去 单独要跟我弄的话 我要去收费的 在这个上面 要问问题 没有费用 单独下面去再问 我 没时间回答 拿得要死 以一个星期三场角度 今天下午给这个 华星在线 侨豹做了一个 一小时的 放在这个 放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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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Youtube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看 把你提客户来听 哇塞 这牛 蓝天请我吃饭 皮特 皮特你要真的给我们介绍的客户 你这这么多客户 哇塞 你这个 给你做的 免费讲座 给你做的这么多免费讲座 行 如果没有别的问题 我们今天 今天来的人特别多 感谢大家 注意安全 这两天好像形势有点严峻 很多店都早关门了 大家在家里面 注意安全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